李思華和王浩然等人 這日為新劇進行大臣儀式 在劇中遣見髮衣的李思華 就說除了要克服兌血的恐懼 還要挑戰另類藏氣 我覺得在這星期 見得人生中最多的裸體 真的好多 見得最多陌生人的裸體 陌生人 還要摸他們 你說有沒有什麼 親熱器 但這些是很close的 床上氣 在床上 因為他真的睡在我的樽階寶床上 所以都 不過其實我還可以 因為見到這些 人們說血壓高會爆血管 我就剛剛驗了身體 就說我血壓很低 四十幾和七十幾 醫生都說 為什麼你還可以走 你應該暈倒了 可能因為這些都是夜睡 再加上自己的身體 可能都是比較弱 少許寒 所以就算壓很低 所以我們開工之外都要注意 農曆新年有沒有放假 讓自己休息一下 新年 開工中度過 我想初一 二 三 二 三都會有假期 快年 去你那裡快年 好 我想大家都開心 例如初三後回來開工 大家互相恭喜派理事 我覺得是很開心 其實派理事會很開心 很開心 對 太開心 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